比死亡更恐怖的是生不如死 面前这个狗男人 明明可以随时进屋要了女人的小命 而他偏要和女人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可女人怎么可能轻易束手就擒 只见女人直接找来一把刀和一把锤子 然后再用柜子将门堵住 便躲在角落等待男人进来 这时 他看见一旁窗子有人引走了过来 女人俯下腰偷偷过去查看 竟是那个已经死了的女人 而这时 男人从身后缓缓走了出来 女人吓了一跳 急忙拉开身后的房门躲了进去 此刻女人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可随后他便冷静了下来 只见他拿出车钥匙按响了警报器 眼见男人跑向了车子 说实实那是快 女人直接跑向反方向的窗户 可还没等女人逃出去 男人便立马赶了过来 正当男人准备闯进来的时候 女人直接就用窗子夹住了男人的大猪蹄子 随后 女人立马拿到了一旁的锤子 对着男人就是一个凹里感 直接就将男人的手臂砸穿了 随后 女人躲回屋子时刻关注着男人的动向 看男人朝另一方向走去 女人迅速打开门跑了出去 可还没走两步 他就发现了一旁的男人 于是 他便躲到了地板底下 看见男人从一旁走了 女人便准备加大马力冲刺 可还没跑两步 一只剑就射在了树上 原来男人拿着和母哥一样的公路 看来他也喜欢看形势走肉 随后女人又被迫回到了屋子里 而男人 明明可以打破玻璃直接进去 但是他太喜欢这种不劣的感觉 便再次离开了房间 而这次 女人打算从二楼窗户逃跑 随后 女人拿出手电直接扔向了远方 而男人也跟着手电的方向走了过去 接着女人急忙打算从楼上下来 可还没到一半 一只弩箭直接射穿了他的大堵 可怜的女人 因为是聋哑人的关系 甚至都发不出一点声音 女人迅速回到屋顶 下一秒 女人刚探出头 男人的宫女就射了过来 幸好没有射中 见女人迟迟没有露面 男人便打算爬上去 可这狗男人属实也是蠢 上来那一刻 先把弓弩放了上去 女人抓住机会一打 夺过弓弩 然后将它踹了下去 随后女人一溜烟跑回了屋子 便开始包扎自己受伤的腿 等女人处理完伤口以后 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竟然拉不动这个弓弩 而此时 窗外的男人正在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没想到的是 女人的朋友在这时也赶不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